情况就是这样的 老马你说 燕文川会不会出事啊 现在也不敢确定 也许是 特务正在理性公事 他们对自己的人 也够不放心的 那 那现在怎么办啊 你不认识蔡老四 和罗海平他们 嗯 跟他们联系一下 谈听一下口风 好好好 那我现在就去 好 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是保密局吗 我找楼处长 哦 你哪位啊 我是他的一位朋友 楼处长现在不在站立 那他 那他去哪儿了 他在圣母马利亚医院 执行任务 哦 去医院了 谢谢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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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 próximo 접勇 新识 的电话 是个女的大人 你 打 嗯 在哪儿 故事站 喂 哪位 喂 楼处长 我是玉兰 玉兰妹子 电话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我打到保密局了 他们说你在医院 我就打过来了 怎么了 找我什么事 我刚才出去买菜 回去的时候 发现燕公馆门口 有几个可疑的人 我很害怕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你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燕公馆门口的 公用电话亭 文川知道这事吗 她和雷小姐出去了 所以我只能打给您了 我现在不敢回去 楼处长 你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玉兰妹子 你现在先别着急啊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现在马上过去接你 处长 处长 不好了 燕公馆被抓了 燕公馆被抓了 关哪儿了 关在看守所 廖队长他们一直在审 还有 燕公馆的保姆 好像也是梦荡 喂 雨兰妹子 雨兰妹子 喂 喂 处长 这女的是不是跑了 用不用 叫几个弟兄去抓她 滚 我叫你 查查查 干吗呀 我都做鉴定呢 鉴定什么玩意儿鉴定 有什么好鉴定呢 你吃枪药了你啊 你知道这是谁的吗 犯罪嫌疑人的呀 我这在取证呢 这是老子亲手扒给文川的 这是文川的箱啊 文川被抓了 玉兰妹子姐是共党嫌犯 查查查 有什么好查的 陈公儒怎么能够认为燕文川 他是共产党 他是共产党的 郑野老人 他也找得好 郑野老人 是保证人 好 实际上 我都须站住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害了大家 不过我有个情形 不过我有个情形 只要不驳回我的入党申请 组织上 组织上 给我什么处分我都能接受 老天说得对啊 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老 老海平 我和蔡老孙 都是我同志 哎呀 你找个人啊 怪不得那老海平跟 跟蔡老孙弄 跟咱俩对着干 你 他们就是共产党他们他们 说 还有谁谁 还有谁 还有陈镇长 和你们 你们不都是我同志吗 我都是保密局的 当然都是同志啊 对吗 哎呀 他玩 玩我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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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 这些证据 都是你亲自鉴定过的 这枪上 只有燕文川和卓玉兰的指纹 还有 有线 一样 我开心 那你 有线 你 没有 有线 是 那 有线 有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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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共产党的话 他会赤手空拳地 从东北来到江城吗 还有 大兵啊 我听说燕文川 今天用过你的车 是的 我借给他的 好了 这车不要用了 暂时封存起来 站着 好了 如果你们对这些证据 还有什么质疑的话 最好去问问燕文川 下去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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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人 是一个判断的 我是一个人 一百分之一 不一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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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一千万之一 我差一万之一 不一百分之一 你们这点兴兴屁股 就违法的 你怎么还给我来这一套是吧 叔叔 文转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共产党 外屏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我要是共产党 我费那么大力气帮你们破海上案干吗呀 我一想把那个宋冠毙了不就得了吗 艳副官 为党国破案是你的障眼法 你的真实目的 是为了共党牵取那个机要的案 对 要不认啊 要不认啊 艳副官所谓的这些通共的嫌疑 可不可能也是共产党的障眼法呀 蔡处长 他请消贷了 你们俩是同党 对 他刚刚说你们俩是他 是一伙我俩 廖队长 这个话不能随便乱说呢 这个忘了不能随便乱扣他 廖队长 文川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同党 对啊我们都是同党 我们都是国民党嘛 对不对 他有没有说是国民党 还是共产党 那你怎么判断 我就是共产党的是不是 太狗产 就算你说得对 站在谁的立场说话 我只站在事实的立场上说话 我认为现在的证据 还不足以证明 念文川就是共产党 您觉得呢 好 你问他 那本新民民主义的书 从哪儿弄的 饼头上 马来的 陈镇长 让我读中国之命运 我就买一本新民主义 我想对比一下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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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按照燕文川的策划 老于在圣母玛丽亚医院监视 很快就找到了 日本特务的秘密联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车吗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叶文川出事了 老妈让你跟着 好 是 是 是我失职 局作 武装分子的身份正在调查 我会尽快将他们全部逮捕 我对这些武装分子没兴趣 我只关心那份机要档案 半个月内您要是还找不到 明年的四一大会上我会给你烧香的 报告局作 海蛇案已经有了重大突破 不日即可全部破案 请局作放心 这次绝对不会出任何事情 那你抓紧 是 我会第一时间向局作报告的 给我盯紧了 是 就这样 是 局作再见 陈公如有些后悔 不该这么早就抓捕燕文川 海蛇案事关重大 如果能利用燕文川破获此案 再将他抓获 那就是一箭双雕之计 为了党国的最高利益 他现在必须亲自出马 去跟燕文川做个交易 报告 站长 楼处长的车已经开查完毕 有什么发现 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因为车已被彻底地清洗过 谁洗的 谁洗的 是汽车班的老谭洗的 他说燕福官喝高了 把楼处长的车吐得一塌糊涂 所以他就把车洗了 不过洗车也是燕福官吩咐的 老谭亲眼看到吐吐了 我问过 他说看见了 去吧 是 我说你不决定的 我看见他们 我吃饭了 你吃饭了 我吃饭了 要是 玛丁 是 吧 这就很强了 下水道馆也没有攀爬过 窗户也没有打热过 这说明这个窃贼 是用自己配的一把特殊的钥匙 直接打开大门进来的 这可不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片全是高陵图给我重点搜查 是 老四啊 说实话 你觉得那个巡警车的杀手会不会是文献 文献 那个巡警人高马大的 文献一届书生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不过按照你这个推理倒是有两种可能 一种 文献是搏击高手 深藏不露 可是他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吗 在学校的时候他的军体课成绩那可是全班倒数第一呀 那另外一种可能呢 另外一种可能啊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但是这个巡警遭遇到的是突然袭击 这个巡警说 袭击他的那个人是我们保密局的人 而且还戴出眼镜里 这两个条件文献倒是很符合啊 首先 他怎么知道袭击他的人是保密局的人呢 难道说那个袭击者的身上印着三个字 保密局 另一边戴眼镜的人多了 说不定是那个人突然戴上眼镜的 再者说 那个巡警现在脑子被打坏了 躺在医院里边 他的话可信度有多高 我是怀疑太多 老书长 帮你一个保险箱 那好像是文川的洗手 老书 仔细看下四周 看下有没有脚印 听到了没有 仔细看下四周 在哪儿 就是 招了吗 没招 招了 这时候 起初还嘴硬 后来说娄海斌和蔡老四是他的同党 什么 最后还说 您是他的上级 胡扯 娄海斌和老四是不是来过了 来过 延门穿人的 被我打晕了 你不要再自责了 事情已经出现了 你后悔也没有用 再说这事情 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火山一定会有办法去挽回的 我想给雷小姐打个电话 你给她打电话干什么 当案马上就要到手了 我不想那样就放弃 也许 燕文川现在还没有招工 我给雷小姐打电话 或许 雷小姐可以把她救出来 你这个可真是提醒我了 燕姐和雷姐可是事情 雷小姐 雷小姐 你这带的是餐巾还是围巾啊 当然是围巾了 您借过那么漂亮的餐巾吗 家里这么暖和 你带围巾干吗呀 妈 你这个也要管啊 我喜欢不行吗 这是围巾了 这是围巾 女孩子爱美是天性 你年轻时候不也这样的 不过小燕啊 这个围巾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刚买单啊 别人送的 谁送的 是不是男孩子 您都快承包打听了 现在世道这么乱 我不是怕你交到坏人吗 我是你妈 不关心你 谁关心你啊 妈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是堂堂兵团 走私令的女儿 谁敢对我实话呀 爸 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妈 对呀 爸爸一定得 当好这个保镖的 那你得先告诉我 这个围巾到底是谁送的 我去接电话 来 郑珊 你说小冉是不是谈恋爱了 多大了 谈恋爱是正常的嘛 来 文川 坐 你们俩下去吧 郑长 别让他们再打我了 再打我真的会死的 来来来 来 文川 先吃点饭 身体要紧 郑长 这不是断头酒啊 你真的让我死 怎么会呢 你这么一个有才华的青年 大有前途 就算你是一时糊涂犯了错误 那也不至于死罪嘛 再说了 你也是我的侍律 对不对 就是吗 郑珊 立刻千万不能杀我呀 郑珊 原生 知道这是什么酒吗 法国白兰地 是光复那年 北座亲自送给我的 我今天把它带来 咱们俩喝一杯 叔 要喝你放我回家去喝吧 我现在我什么都喝不下去 好吧 那我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马上就放了你 您说 您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继续破海蛇岸 要是你帮助党国找到那份日测档案 就算你是共产党 我也放你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 共产党追杀我 你没有说我是共产党 我走到哪儿不都是个死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合作了 我 我 我不是 我是说 我 我总不能这么喜乐糊涂 给大哥服务吧 总得给我恢复名议吧 站住 站长正在审问雁文川 请你们不要进去 我们要向站长禀报 雁文川根本就不是共站长 要不站长请你让开 雁文川是共党 也是不争的事实 请你们不要打扰站长的审判 不然我不客气了 什么狗屁事实 我看你们是在捕风捉影 有种来审我呀 海平 别跟那么废话 走 好 你先吃点饭 对吧 你动力啊 试试啊 站住 站住 都是党国的军人 竟然拔枪向枪 撤何地统啊 站长 我们有新的证据 证明雁文川不是共站大 好 李嘉宾 停一下 这个 你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文川被你们当成共产党嫌疑犯 抓起来了 我手下人干的 我刚刚接到通知 我正想告诉你们的 我不明白 他怎么成了共产党了 这个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还在审讯他 他自己承认了吗 没有 我能见见他吗 我能见见他吗 你看这刑讯是有什么好看的 吓得小人 舅舅 我不怕 我要见过长高 将军的女儿应该长长见识 得学会懂得分辨是非啊 带路吧 好 请 不 师父 不 师父 师父 小人 你们怎么才能来呀 文川哥 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舅舅 他白天来还好好的 晚上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 你真是共产党啊 我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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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拿来一些所谓的证据 我说我是共产党啊 我说我是共产党啊 我说中午小屋门的信息啊 我说中午小屋门的信息啊 小屋门的信息啊 文川哥 你怎么不告诉他们 中午我们两个在一起啊 舅舅 小人 你 你跟我出去一下 小人 什么事 说吧 舅舅 你不是答应我 要好好保护文川哥的吗 你怎么能让手下 下那么重的手呢 小冉舅舅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你刚才 刚才说跟文川中午仔一起 怎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 我放了他 珍珅 小长跟你说了吧 说过了 说过了 你说他哪有时间去做案呢 保密局应该给我个说法吧 珍珅 你先别着急 海冰啊 到 你不是有新证据说这个文川不是共产党吗 什么证据啊 包括站长 政务已经保管在保密局的技术处了 站长 新的物证我们找到很多 但一时不能全部都拿过来 只剩啊 这件事情还需要把人带回保密局补充调查 那好 我去跟你回保密局 现在就走 文川哥 你别怕 那他怎么办 把人带回保密局 保密局 保密局 来了 来 走 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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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来 经过现场勘察 我们确定 验公馆的确被盗护 我们在江边 找到了这个保险柜 还有这件行李 都欠功提换 tread 没什么 就没问题了 对 不 就儿子 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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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马上到医院去 看看是怎么回事 是 是 人情味 但这一行就是不能有人情味 这葡萨糖怎么会致命的 是 是 经过鉴定 这瓶葡萄糖水里的绿化钾 是严重抽标的 谁配的药 一颗护士 我问过来 她说她是按照一定比例配置的 护士配的 她的背景插过了吗 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女孩 刚毕业 也没什么背景 不过医护人员也保证说 她今天没有跟任何外界的人接触过 也没有接过电话 那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来过呀 那行动队的人都在外面呢 没有任何可疑的 行 走 我们去配药房看看 这个 就是绿化钾 如果不贴标签的话 她的液体外观 和葡萄糖是完全一样的 燕文川已经提前安排 还带唐师兄到医院 弥补他没有注意的漏洞 杀死侥幸逃脱的警察 昏迷的病人不吃不喝 肯定需要注射葡萄糖水 通常的金额钾 葡萄糖水里面会加氯化钾 如果氯化钾的浓度过高 就会引发毒性反应 病人也会迅速死亡 对不起 从配药房到病房的距离 大概是十米左右 如果不是在配药房 出了错的话 这么短的距离 被调包的可能性 几乎没有 谢谢大家